门道 你知道今天家里要来重要的客人了吗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啥样子 尾巴在咬 今天晚上会有小朋友来跟你玩 哈喽大家好 是大海 今天家里面要来几位重要的客人 一位是在宾州读书的小姨子 另外一位是在新德西的小宝宝 还有一位是小宝宝最喜欢的亲属之一 从昨天开始 今天就开始在家里面整理房间了 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一个成果 首先收拾的就是馒头的这个小狗窝 因为馒头的这个小窝啊 虽然小 但是它的这个卫生状况 决定了我们家整体的一个卫生状况 那边是馒头的床上用品啊 全都换下来了 要拿去洗的 然后这边呢全都是新的 这个就是在Costco买的小毛毯啊 非常的柔软 馒头呢也很喜欢 但是就是有点热 对吧 我成的时候呢又给他洗了个澡 做了个简单的清洁 最起码小朋友抱他的时候呢 能闻到一阵淡淡的清香吧 接下来再带大家看一下给他们准备的卧室 这个是小姨子的卧室 我来把灯打开 这个房间之前呢是我们家的书房 后来田田把书房挪到了靠近前门的位置 所以这个房间呢就空出来了 变成了我们家的客房 这个房间田田收拾的还是非常整洁的 而且早晨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地毯哈又重新的吸了一遍 上面还有这个吸尘器的痕迹呢 走吧出去 这个客房呢在靠近前门的位置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客房 像去年老板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睡在这个房间的 所以今年小宝宝也睡在这个房间 同样是相当的整洁 房间里面的家具呢 有的是我们之前住公寓的时候用的 像这个柜子是之前我们在罗德岛的时候就用了 也用了非常长的时间了 这是客用的卫生间 你是不是每个房间都要寻查一下呀 出来 每次家里面来人的时候呢 田田都会特别用心的去整理房间 在我看来啊都是一家人对吧 整理的差不多就行了 田田每期名曰 整理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看的 这个心灵鸡汤很到位啊 房间带大家看完了 接下来我和田田两个人呢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把小宝宝的安全座椅啊 给他装在我的车上 因为之前呢在罗德岛的时候吃了一次罚单嘛 因为小宝宝每次啊坐车的时候就喜欢撒娇 说哎呀我不想坐我不想坐啊 但是呢吃了一次罚单之后 他知道啊大海哥哥的钱都被罚走了 就没有钱给他购物了 所以他就比较听话了啊 也希望大家呢引以为继 有小孩在车里边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座椅啊给他绑上 这个安全座椅呢 是我们之前在网上就买好了 哎 昨天把车里给打扫打扫啊 还是挺干净的 这个座椅刚好适合四岁的 就做这种简便的 就不需要那种绑得很结实的 座椅绑好了 田野在这里先试一下 怎么样安不安全 没有我都确定我的使用是对的 因为他有个袋子 我第一次见这种袋子 所以 对这可能就是小孩的吧 就是偏大一点的小孩用的嘛 就行吧就先放这吧 对放放座位上放座位上 没有经验 第一次用这种 先放座位上 对 嗯 行 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呢 基本上已经完成 开不开心 开心 大海 你觉得我们下午去机场 小宝是先抱你还是先抱我 不知道 我觉得 先抱你吧 因为我开车呢 机场又不能长时间停车 我又不能下车 我觉得小宝 我可能会很害羞 一直在偷笑 有可能 上次见他他就这样 他要适应一下 还是挺兴奋的 我们两个也挺兴奋的 天天今天早晨破天荒的七点钟就起床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兴奋的时候呢 睡觉睡的就少吗 挺好 挺好 你知道你 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做梦一直在笑吗 哎呀 你昨天晚上半夜一直在笑 不知道 我这个做梦第二天就记不得了 你笑了好几次 而且每一次都笑的好大声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骗你吃小狗 说的我都害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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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